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款VR设备体验怎么样 开箱 哇哦 这个是主体 这个是它的两个耳机 手柄是单独购买的 手柄就像电视的遥控器 可以用它去操控手机 那手机VR顾名思义 就得把手机装进去才能用 找一个全景内容 开启VR模式 然后把手机飞进去 调整一下同距 同距一定要调到合适自己的位置 每个人的眼睛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不调好的话会看不清楚画面哦 哎 现在就可以看啦 这种手机VR其实就是透过镜片 来看你手机上的内容 所以观影质量取决于你的手机性能和内容质量 这种体验感觉怎么说呢 跟我平时用的一体机肯定有差别 但体验最基本的沉溺感还是没有问题的 VR一体机都要千元以上 手机VR的价格就更加清明一些 要知道VR最核心的特点 就是沉浸感 想看什么方向就能看什么方向 360度无死角 如果是3D影片的话 你还会被这一针一换的场景 搞得分不清 虚拟和现实哦 再试一下剧目电影 屏幕很大 那清晰度稍微差了点 这可能取决于手机屏幕的分辨率 不过能看这么大屏幕 还是挺爽的 我们再来玩玩这个跑酷 嘿嘿 还挺好玩的 我修训娱乐一下 打发打发时间还是可以的 这款设备总体体验来说还是不错的 作为入门级的VR产品已经合格了 镜片的透光度很好 没有积变 支持使用4.7至6.5寸的手机 拿一台回家体验MIA全景影片 或者是看看电影都是不错的选择哦